刑事局警证监林明佐 涉嫌担任台中士行大大队长期间 跟博弈集团有往来 昨天晚间被带回中调组漏夜侦讯 检察官讯后认为被告有逃亡串供之余 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件 另外台中士行大一名陈信副大队长 以及柯真队长两人 则是以证人的身份自行前往协助调查 而事实上林明佐过去曾经办过 马沙拉蒂二少牵扯的博弈集团案件 当时被认为是警戒的明日之星 不料传出疑似跟博弈集团挂钩 让人相当压抑 金箍楼也征讯 林明佐三号上午被押送台中地检署赴讯 检察官认为林明佐涉案最嫌重大 且有事实族任有逃亡 淹灭卫造或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 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件 台中地检署去年争败一起博弈集团 发现时任台中士行大大队长林明佐 和这个集团过从甚密 于是兵分二路前往刑事局 以及住处搜索 二号晚间将他带回中调组进行征讯 另外台中士行大一名陈姓大队长 以及柯震队队长 则是以证人身份自行前往协助调查 林明佐中央警察大学行政警察学系六十期毕业 拥有国立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和策略研究所硕士 曾任内政部警政署记录科科长 侦查第四大队大队长 以及台中士行大大队长 林明佐在台中士行大担任大队长 将近三年破获了不少案件 也曾经办过马沙拉第二少牵扯的博弈集团案件 不料却传出一四盒博弈集团挂钩 如今看来格外讽刺 事实上林明佐今年一月被调回刑事局 外传就是有人向警政署检举 高层担心会出大事才将他调回台北 若犯罪属实将对警戒造成相当大的伤害 记者综合报道